大家好 我是旋銀草森林董事長王中皇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 旋銀草森林這二十年來 在很多方面的努力 第一個部分 我們在核心的策略方面 就是希望推動所有關係人的幸福 那這件事帶動我們各的旗下不同品牌 聚焦於一些我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例如我們有一個婚禮品牌叫新之方亭 它是台灣第一個不販售爭議性食材 例如魚翅 例如燕窩的婚宴業者 這十年來我們大概保育了十萬條以上的鯊魚 可以免可以自由的還在海洋上面搶羊 例如我們的好好這個品牌 就是希望能夠推動生產者 讓消費者能夠看見 讓這些努力為我們製造出生產出很棒的農產品 這些人能夠在這個好好的平台上被看見 例如我們有一個民宿品牌叫緩慢 我們都希望說透過緩慢晚上非常精彩的一個三月慢食 這樣的一個晚餐透過說菜解說 讓所有的消費者了解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吃這些東西 這些食材是從在地的哪一個生產者 這些結合長期文化脈絡所形作出來的獨特風土 是如何的精彩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在十多年前開始就推動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採購政策 叫做安心食材 基本上我們制定了四個購面來作為採購的儀規 第一個是生產者的態度跟信念 第二個部分是生產者是否友善環境 第三個這些生產出來的是不是有足夠的標章認證 檢驗合格 最後是不是有兼顧到所謂的上下游的供應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比較特殊的採購 當然也會形成一些我們的採購成本會比較高 會面臨到營運上的一些壓力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就是 在過去的食安風暴裡面 群草森林所有旗下的品牌 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採購政策而安然度過 所以我想跟大家呼籲 基於在地發展以及基於環境的友善 我們應該好好覺醒來買 來採購最好的農產品跟我們的食品 我們一起做